有人會知道資格標 大家要怎麼審查 都不用審查 裡面有一個就是說 邀標書裡面有說 你要來照標可以 大家都可以來 但是你每一個人都曾經 曾坐過一萬個座位 其實本地 東森巨蛋還沒被照標 還沒被丟標的時候 那個名字叫做什麼 一萬五千席體育座位 體育場也沒名 那是東森丟的叫做東森巨蛋 我一個去看 那 比我看 叫做什麼新加坡室內體育場 那投票意願書 農中寫英文 英文不記得後來 人也查了你知道嗎 你這個管理完比我厲害 那一個純甘書你厲害 是由這裡辱到我聽說 所以台北市政有一個我看來 也許 也許你可能 沒辦法直接幫你扣上 但是你的局長 你的副市長 你本身這個獨特的人 那真的對這個資格標 都不太清楚 好 正義文稍等一下 我要先請教郭隆兄 15億八千萬的案 交給一間康位的公司 他剛才說了已經查過了 另外一間去標的公司 那也是主要 都扣幽靈公司 那也沒有 那個時候審查的時候 真的不知道嗎 有可能嗎 這就是標準的 叫五軌搬運 用康位 設一個康位的公司 用人頭 進去跟政府 譬如說拔他的錢 現在東森集團 所織織的這個七個案裡面 跟政府官員有關係 政商工具有關係 在這個案 小雞蛋這個案 我們先不要看 他15億的經驗 我們先來說 馬英九到底有些 審裡面審暗審 審暗審 審暗審 現在檢調在查 可以案件算到 什麼我們現在不知道 是 不過我們要檢驗的就是 馬英九一向對話說 預法行政 並公處理 對 招標一個案 可以證明什麼 證明馬英九 你對領導來 你對你的市政府 團隊裡面 在做的事情 你根本如果照 你現在在說 你根本都不知情 一個15億的案 你根本就不了解 到底是什麼人 來決定這項問題 是 政府有政府的招標法 這裡 這裡是有 依法行政去照標 現在這個案 還要查下去而已 不是只有 東森這些人 我們現在要看市政府 到底是多大冬的人 去招招這個案 叫莊議員 現在說 好像不像只有一個人 扶椅而已 好 不好意思 郭忠祐稍等一下 我跟大家報告這個案 非同小可 太恐怖 說得沒問題 為什麼 15億8千萬的案 競年到 到那個康野公司 說那裡很有審查 這康野公司成立多久 那個案 成立後 公司成立21天 21天 21天 新公司 為了這個案 沒有經驗 所以過去的經驗 都總是沒有 是康野公司 憑什麼他能得標 得標的審查 只是一個 你剛剛講的小秘書嗎 已經退休的小秘書 有可能嗎 這裡面到底多少學問 等一下我們繼續來討論 來 我們先休息進廣告 你可以趁機 製作詞 譯 歸 出 消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